在世界北开中国潮市一天赚饭 对吗 在卡塔尔当地一共只有三千个华人 有且只有一家华人潮市 咱今天看看在卡塔尔当地开一家中国潮市到底挣不挣钱 这卡塔尔当地也不都是土豪啊 我感觉这块更像是卡塔尔当地老百姓真实的一种生活状态 大哥家哪的 保鸡的 说句陕西话 保鸡的 哎 哈哈 我们想到在卡塔尔还有这么多中国潮市 哎嘛 这还有蒸楼呢 还有大勺呢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 卡塔尔黄河草市 好像这边只有这一家中国潮市吧 唯独这一 华人都靠什么生活 就是 我生意的一个大体验 当地政府能单位上班的 买点这个 明天拍给世界杯球迷吃臭豆腐 我送你一包 哎呀 哥 大使馆世界杯期间给华人送钱 你只需要在这儿填个字就行 好嘞 太照顾咱们了 哎呀 妈呀 我爱中国就口罩了 卡塔尔当地人来劲买一筒 我记得 有很少的 哦 这是你 故意呢 这是我 你好你好 感觉怎么样 在卡塔尔市 很枯燥 真的是太热了 我没玩出去 哈哈 慢慢爱 everything you want to buy I'll pay yeah yeah whatever you want spicy bombozo 奶茶 凉茶 very good OK 啊 还不贪心 可以他至少要装一筐 半筐就满意了 我这个视频模组 平时刷抖音 刷呀 推钱哥 还有一个财经 直男财经对吧 没刷到我 我不知道哪个是你 我是属于一个小博主 刚刚开始说 我在加加油 哎那这边挣得多不 比国内能翻几番的 只能说说这边挣钱的话 比国内容易一些轻松一些 你给我钱 我给你货就那种的 爸爸这个程度呀 真的是赶不上国内 老妹意思是说呀 这土豪区确实好 老百姓住的区啊 确实比不上咱国内 跟不上 也跟不上是吧 这一点是骄傲的小表情 哈哈 这给你奥了呗 哎呀哈哈 谢谢你 拜拜啊 哎老亲了 买了这两大袋中国小零食啊 加上刚才给那个兄弟买的一大袋 462卡塔尔币 大概等于909人民币 你们觉得这物价贵不贵 五千里的路